美国总统拜登6月2日晚在白宫发表讲话 恳请国会批准常识性措施 遏止大规模致命枪击事件 拜登呼吁采取新的限制措施 敦促国会恢复1994年对半自动 速射攻击武器和大容量弹下的禁令 他说如果不能禁止攻击性武器 那么应该把购买攻击性武器的年龄 从18岁提高到21岁 拜登还推动要采取其他措施 包括加强对购枪者的背景调查 制定所谓的红旗法 允许当局在有人构成威胁或表现出精神不稳定时 没收枪支一段时间 以及安全储存法 他还推动废除保护枪支制造商免于责任的豁免权 此外据最新的盖洛普民意调查 61%的美国人认为应该禁止制造拥有和销售半自动强制 美国监管机构正在加紧对特斯拉的调查 因为相关部门已经收到758宗关于特斯拉汽车 在高速行驶中突然刹车的投诉 投诉量在几个月里翻了一番 6月3日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 2021至2022款特斯拉汽车意外制动的投诉 从2月的354宗升至758宗 促使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要求特斯拉在6月20日之前做出答复 另一方面 特斯拉CEO马斯克三日称 特斯拉需要解聘10%的员工 他在给高管的邮件中表示 他对目前的经济感到超级糟糕 并声明暂停特斯拉全球所有照片 据ABC7 6月2日的报道 洛杉矶联合学区发出强烈警告 有三名来自圣塔莫尼卡地区的女孩 吃了可能餐有芬太尼的摇头丸 目前 这些摇头丸可能在学区中传播 并提醒家长们 青少年服用此类摇头丸会遭受严重神经系统的损害 在洛杉矶联合学区给家长的公开信中写道 这些药片是在网上购买的 这个事件引起了人们对洛杉矶县日益增长的 非法药物污染和过量服用趋势的极大关注 学区还补充说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门发布了一个警报 称这些药物很有可能在整个洛杉矶市被传播和使用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月3日报道 在俄乌冲突100天里 基辅共有95名平民死亡 412处设施遭损毁 另据克里姆林宫官网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日在索契与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塞内加尔总统萨勒举行会谈 双方讨论了俄罗斯与非洲合作 包括加强政治对话及双边经贸和人文合作 萨勒表示 因乌克兰问题及西方对俄制裁 非洲已无法获取来自俄罗斯的谷物 这对非洲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俄罗斯外交部日前表示 俄方不会在事关世界粮食市场稳定的问题上拖延 以做好充足准备供应粮食和化肥等现阶段国际市场稀缺商品 如果西方国家真的担心世界粮食市场不稳定 那么首先应彻底解除对俄供应此类产品的各项阻碍 6月2日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及欧佩克加 以视频方式举行第29次部长级会议 会议决定 在2022年7月和8月将原油产量提高每天64.8万桶 会议指出 在季节性维护之后 预计全球炼油厂的摄入量将增加 并强调了原油和成品油市场稳定和平衡的重要性 有分析表示 沙特等国决定加快原油产量提升速度 既是为了弥补因俄罗斯受到制裁而出现的原油供应短缺 同时也是希望缓解因能源价格飙升 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通货膨胀 6月3日 中国发布首支载人航天8K超高清短片 带领观众身临其境 和神舟13号航天员程组一起 沉浸式体验载轨的精彩瞬间 如今 神舟14号航天员程组即将上演太空出差接力 完成中国空间站载轨建造 今天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完成发射前全航区综合演练 任务各侧控场站实施连条连控 确保发射前各系统具备执行发射任务的条件 祝福尔道 祝福尔子 祝福尔子 祝福尔子